妮妮還要玩嗎 好 還要玩 那我們繼續玩 用玩具做復健 劉媽媽問妮妮 手上的海綿寶寶還要不要玩 阿嬤緊跟在後頭望著孫女 因為妮妮才剛出院 一來擔心體力不夠 又怕她休養期間不快樂 這三四個月其實我們 其實是很害怕 我們很擔心她哪一天就這樣走掉了 那但是我們也很感謝院方 一直幫我們爭取相關的藥劑 為了五歲妮妮 這個家請全力付出了 全家只剩劉爸爸交出賺錢 劉媽媽留職停薪 全力照顧妮妮 因為妮妮罹患惡性萎縮性秋疹病 這個病因不明的罕見疾病 皮膚會起秋疹 血管纖維化 嚴重時會腦中風 四肢僵硬 全世界不到200個病例 卻沒有藥物可以治癒 其實一開始她這個病 是經過了兩次的切片檢查 才確診為Degos 所以這個病因為非常非常的少見 在院方可能也是第一例 這是三歲的妮妮發病前 在遊戲場玩玩具的模樣 不過妮妮現在五歲了 卻無法行動自如 劉家設法要把妮妮治好賣掉房子 把償還房貸剩下的280萬當治療費用 但是打一針就要20萬元 是打七針了等於花掉140萬 健保為何不幫忙 來看看國健署公告的罕見病例 有204種 罕見疾病基金會接到的罕病種類 就有230多種 妮妮罹患的就是這20多種 不被認定的罕見疾病 其實這個徵劑要施打多久 我們的總醫師跟我們說 其實目前也不確定要施打多久 那目前有療效 我們會持續施打 劉家搶救獨生女 繼續就快花光 消息曝光後 二姐將會在臉書PO文 說為女兒賣屋 再苦也不放棄 請大家幫忙轉貼 讓更多善心人士來幫助小妹妹 還說需要帳號 因為二姐也想幫點忙 這個因為罕見疾病 讓生活變掉的家庭 急需官方的醫療解套 記者陳思遠 龔玉德 在台中的採訪報導 不要拒絕